马上我们新高一的同学就要参加期末考试了 等这个期末考试考完以后 参加新高考的省份 同学们就要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关于选科 你六选三怎么选 三加一加二到底该怎么选 那么咱们将会有两期视频 来给大家讲一讲 选科到底怎么选是最科学的 首先那么今天讲一讲 要不要选物理 物理这个学科 大家你要知道 它是比较难的一个学科 那么在实行新高考的很多省份 很多同学都因为物理比较难 就是弃选物理而不选物理 但大家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高一六选三也好 还是三加一加二也好 让你选科 其实就是让你在干嘛呢 让你在定专业 所以说到底要不要选物理呢 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将来要学一些大工科专业吗 比如像图木啊 计算机啊 包括像机械啊 自动化啊 电器啊 这种专业 包括最近炒的比较火的 像人工智能类专业 那么这些专业都是要求你 必须选物理的 如果你想学这些专业 那你想都不用想 物理是一定要选的 那么第二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以为说 只有工科才会要求物理 而很多知名高校的 经济类管理类专业 他在做选科要求的时候 也会要求选物理 比如说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像清华大学啊 同济大学啊 上海交通大学 这种非常非常综合实力强的 这种名校 他们在经济类管理类专业上 都是要求要选物理的 所以说要不要选物理 关键看 你将来想学什么专业 或者说你想学精管理专业的话 要不要就报这些985的名校